大家可以想的是,元宇宙的某些硬件公司可以开始留意一下 如果是的话,港股可以选择还是你会选择美股呢? 其实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? 如果港股在一些报告中说,大家有想过是992是Lenovo 但是暂时大家不会将Lenovo放在这星期太多 反而大家还在怕,你PC那里会不会去年还在消化COVID那种高技术效应 所以要等,但是如果能选择美股投资那些 你说元宇宙那些,我们就会选择软件的方法 不是说这段时间大家炒得最兴合的那些ROBLOX或者MTTR 因为我们自己吃了一户 因为有些人有跟开知道我们ROBLOX在业职前买了 然后我们甚至公开说过136元附近,我们减了一次 然后第二次应该是110多元,平均价120多元减了 但是因为我们觉得太过热了,每个都去炒 但是实际上你说在业务上,你想安心点去买一些软件股 我们就宁愿去买些什么,Adobe,ADBE 起码大脆得来,你有其他原有的业务去帮助他们 但是Adobe这段时间出完业职,它其实升了很多 这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,有些股份我可以说 很棒的,但是你可能要有一些耐性等 未来这两个星期是否有个回调去吸纳 是